- 球場上熱力唱跳 每個笑容更是電力滿點 - 搭配時下最流行的K-POP 畫面太美太美 他是啦啦隊員廖少安 目前是中信兄弟議員 很胡耀於社群 但在製作短片這件事 前陣子受了非常大的驚嚇 - 音樂侵權的這個速送單 然後因為當然打開其實蠻緊張的 這份律師函看起來非常真 標題大大著名版權侵權訴訟通知 說他們代表鬼石唱片 發現廖少安所用的視訊音訊 有嚴重侵權的狀況 詳細流程附在夾帶的PDF檔裡面 該點嗎 他愣住了 那確實我去查了 確實就有找到兩三個網站 他是昨天才更新的 然後問的時候 他們總計小姐一接電話 第一個我就直接說 最近是不是沒有這個詐騙的案件 他才說對最近很多 然後就是很抱歉 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被點名的公司 確實有在經手版權侵權業務 好在廖少安發現電話號碼都不攏 查證後確實為假 但有網友也是苦主 更慘的是他點了PDF檔 隨後該律師事務所也發聲明強調 即發了中文警告函 都會以紙本的形式 附上律師簽章雙掛號記答 鬼石唱片同樣強調 從未發出這樣的通知 真的別上當 否則欲哭無淚 TVBS大運動家 運動民一起競技的電台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